众所周知 我老婆现在已经上班了 她在干什么 她在哪里工作 什么工种 大家肯定很好奇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揭秘这个问题 这个工作是我没有尝试过的 很有意思 这一边是三层小楼 要进行的是要门禁卡 因为这里面是当地政府的一些执政部门 我们都在这里租的办公室 它的工作范围就是走廊 楼梯 还有办公室 每一层大概有二三十个办公室 还有卫生间 都是它的负责区域 先是门禁卡 然后再输入密码 一按这个就自动开了 这是我们这边的花镇 很贵的 每次路过他都想买东西 但这里真的不便宜 你看这一盆325克朗 这就相当于260块人民币一盆 这是一家房产中介 因为卖房子了 大家看这个1961年的 居住面积144平米 然后整体占地面积3374 这个房子价值是479万5000克朗 然后年份1961年建的 这里面是两层 都是我媳妇的管辖区域 这边卖房子是很透明的 包括每个人的财产 你在哪儿工作 你每年交多少税 你有没有公司 你的营业额 什么都能查出来 基本上 比如说这个房子 你卖房子 你定价定400万 这个价格等到拍卖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 有意向的去竞拍 就是谁出的高 谁最后拿的 这个不是最终价格 最终价格它是取决于 这个房子整体的环境 和这个地理位置 有多少人竞拍 大概一般的涨幅 可能也就是10%左右吧 看这俩 马克 别拉 早咱去下一个景点 走 过来 过来 走 这个房子整体一层 都是它负责的 就是所有的办公室 垃圾地面 卫生间 厨房 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 看看这个标啊 警察局就是咱们的派出所 现在进不去啊 因为我媳妇她已经上了基本两个星期一班了 在这儿呢在这个警察局呢还没有见到过罪犯 每天这些当地派出所的人呢 就是在电脑旁边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具体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喝个茶呀吃个田园圈呀就是这样 这两个星期我们不是回乌克兰吗 她就不需要五点起床了每天 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 每天她劳动量很大 走 干嘛 我跟大家说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干这件事情 但是我在瑞典办到了 我媳妇因为现在这个工作嘛 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瓶瓶罐罐的 在瑞典呢这些瓶瓶罐罐呢它是算钱的 一个这个比如说啊它是一克朗 一天呢我媳妇现在就是能捡个十个瓶子 就是换块巧克力什么的 所以说她现在见到空瓶子就给捡起来了 好 在文具店里看到文具不想走吧 回头爸爸给你买啊 爸爸记住了 爸爸记住了 好嘞 爸爸记住了 好的 对 马克现在也是路上看到瓶子 哎呀爸爸妈妈瓶子 那瓶子 这是我们的市中心啊下雨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市政府啊 它在这里面也有自己的工作区域 这个就是我们找的工作 感谢这位咱们的中国大姐 没有她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么方便的工作 因为离家就说实话直线距离也就500米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点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她在路上省了很多时间 反正挺方便的 虽然说工作比较累吧 因为她太认真了 跟她说过很多次 我说不要太认真 不要那么出类拔萃 你看看家里你们就知道她的性格 她跟我说说我没有办法去刻意的不打扫 或者说是糊弄的事儿 家里那么干净 你就可想而知她在那边也是给人很尽心尽力 负责任的去打扫搞卫生 所以说她很累 也不敢 拜拜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然后呢 下期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她挣多少钱 食心多少 有什么条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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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